大家好,继续分享圣经路加福音二三章第六节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 众人所谓所谓,他并没有服从 他本是由大亚里玛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 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就取下来用细盲布裹好 安放在石头做成的坟墓里 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 那日是玉维尔,安息日也快到了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 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便遵守贱命安息了 耶稣被钉十字架 这个弃绝身亡 血流尽了 那么 就是传统嘛 人死了要收拾埋葬嘛 那么就有一个人叫约瑟 是个义士 即使是不是义士 没有人能够评判 但是这样的交代在家是个义士 为人善良公义 平时为人处事呢 善良公义 那么众人所谋 所为所谋 他并没有服从 那么意思这个众人所谋所谋呢 就指着 这个祭祀长明年的长老 撒族盖人 法律赛人 文士博士 西律党 一切 谋划 把耶稣盯上十字架的这些人 他们觉得自己的物质利益受到了威胁 他们就谋划了把耶稣盯十字架 这他没有参与这个行动 那至于他没参与 那也是提笔做书之人 还一向情愿的说法 实际上呢 我以前在福音书里 也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秘密 那么 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呢 约瑟这个人是本世 犹太亚利玛泰城里 亚利玛泰城里就是一个城啊 叫亚利玛泰 究竟是什么 其实不重要 素盼望神国的人 盼望啊 也就是说他相信有神 也向往神的国 实际上呢 就是说他由于信仰 跟耶稣讲的这个道理呢 天理啊 真理真相啊 天国的福音相默契 也就是愿意听耶稣讲道的人 这都说了 交代了一下 那么 还有的福音说 这个人是个财主 还没有钱 那么 他就去建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那么 把耶稣的身体 要上来 把他埋葬啊 用细瓦布裹好 按摩那十度 做成的坟墓里 那么 这个坟墓呢 不知道 也有说是这个 约瑟自己的坟墓 给自己准备的 也有说 是某某某某 贡献出来的 那么 从来没有葬过人 表示 这个圣洁 那么 把耶稣给埋葬了 那天是月日 安息日也快到了 那肯定第二天 就是安息日 那就从加利利来 和耶稣同来的妇女 跟在后面 那么 看见了坟墓 和他的身体 是怎么安放的 耶稣呢 有人见证 这些人都看了 整个过程 那么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 香膏 在安息日呢 就休息了 在没去 这也说的是事实 因为什么安息日 都要休息 神祖宗啊 留下来的遗传 所以都要休息 不做 那么 这就是有机可乘之计 那么 为什么要预备 相了 相经呢 相高呢 我跟大家说过吗 这是古今中外 祖宗们啊 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其实以前呢 那么 我们的仙人啊 周围的人死亡了 肉身死亡啊 停止呼吸 心脏不跳脑 不能动了 也就是说 物质物身结束了 通常呢 为了表示爱思 追思 纪念啊 表示尊重啊 表示等等 那么一些 有一些仪式 那么有时候会停在家里 叫别人战养 到现在也有时候 战养一帖等等 那时候没有什么空调 也不能控制温度 冬天好点 夏天呢 那头一天死了 第二天可能就腐烂变臭 那怎么办呢 那这些仪式还要做 所以就用这个香料 香精啊 去吐磨 出出一味儿 其实就是香水 出出一味儿的作用 并不代表说 一个人死了 用香膏弄的 后来演变成 哎呀 用香膏去整 表示对他的尊重 好像是爹娘死了 某些人死了 哎呀 后面又是车吧 哎呦 手机模型 死了 孝顺了 嘿嘿 好像是多么孝顺似的 这就是自欺欺人 再演变任何香膏 香精 又是什么香料啊 有什么神秘性 那都是瞎扯 其实就这么个作用 取出一味儿 对活的人 那么 眼不见为精 温不见为无味儿嘛 就 那么完了以后 再把人埋葬 以后 我记得在论语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 人为什么要去埋葬死人 就是 活人的一种保护 人死了以后 人不吃人呢 那么尸体 不埋葬 在那 其他的动物吃了也罢了 不吃 那怎么办呢 因为有人活动动物比较少 那就会腐烂麻臭 甚至于 一些疾病啊 病毒啊 细菌啊 病毒细菌本身没错 他就是说 这个 那 该我吃了 该我 享用嘛 那么 就 享用了 没有煮了嘛 那么 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 对人类环境的污染 对地球没关系 这些都是地球的 烂就烂 我现在 我都绿色组织 又如何如何 还要保卫地球 那地球不用我们 就保卫 我们保卫的是 我们的生存环境 在这 大罗公义 高尚的名义 这就是说无名吧 那么 真的 安息了 这当中 交代的都非常清楚 实际上呢 我跟大家说 一个今天的 这个大秘密 也就是一个 今天的大爱 那么 耶稣在活着的时候 说人是不死的 告诉大家 人人都是神 人人 神神都是人 背后人 任何一个身体 包括剑材 你看这个植物 它后面有一个神 那么人人都是神 是不死的 大家有 有敬畏之心 刚跟大家分享 天国的这个道理 天国的法则 所谓的天国的福音 那么就说 那么有人就问 那么人死了以后 怎么着 就复兴复活 复兴复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人是不死的 那肯定复兴复活 得自由 那就叫做人做成功了 那么你做人做不成功 那也要 你不死嘛 要回去 但是不得自由 那么 所以呢 有一个复活的传说 耶稣 耶稣再三更高 那是不死的 都是会复活的 脱离了肉身 回到老家以后 都是活着的 复兴复活嘛 那么这帮人呢 一己之私 耶稣再这么解释 偏执的 不去接受 耶稣讲的真理真相 而认为 所谓的复活 就是 这个人形 的人 死了以后 死了几天 那可能是 有我们以前 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是误判嘛 跟真正的没死 后来又从坟墓里 爬出来 爬出来 说死了 这个这个这个 那也叫复活 完了以后 这个几天 不可能的 又复活了 还回来 还是他 还批这张人品 还有这个人形肉身 也叫复活 就认为是这样 神 跟别人做的不到 自己能做到 所以 他们认为 这才叫复活 那么复活了以后 一般的 你害人 把人家害死了 人家复活了 回来 回来报仇嘛 这通常是这么认为 这就是小人之心 做君子之父 像耶稣 肯定不会 咱先不说有没有 就是耶稣能复活 那回来也不会找 这么三种 接着跟他们讲道理 那么还是 原来那个物质的肉身 其实呢 这帮人做了亏心 是害怕 害怕鬼叫买 那么耶稣 所讲的这个道理 你说否认吧 实际上是找不到 地方去否认 只能 偏执的 极端的 固执的 像驴一样的 认为自己的 对耶稣 但是你看耶稣的 不对吧 也有道理 那就不能两可 瞧不定 说不准 那怎么办呢 宁愿信其有 不愿信其无 万一有呢 那怎么办 万一耶稣复活 回来找我们算账呢 我们又谋又为啊 所谓所谋嘛 就认为耶稣回来算账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别让他复活嘛 把他身体 我给你灭了 我给你 叫流酸化了 当然是今天 那时候没有啊 那怎么办 弄磐石 从大海里头就活了 偷偷的给你埋了 给你碎尸万钻 等等各种各种的方法 我叫你复活不了 求心安忙 这个鬼叫门嘛 其实为什么人怕鬼 就是做了鬼心事嘛 你认为鬼 这个灵 鬼实际上也是神的 也是人的 那肯定要报仇 要如何的 要回来 那个 有所散迹嘛 所以有个害怕 害怕你不是能复活吗 我叫你复活 我把你的身体 给你灭了 我叫你复活 但是呢 你守着 本身事做的不入味 你守着这么多众人 也不好做 这个事啊 我把尸体给收坏了 你一旦是这些人 把这个尸体拿走了 求走了 那后来找不着了 那你找到三丈 你求走的 那怎么办呢 像这些人的精英啊 那都是沉溺于物质当中 都是些精啊 那都是很聪明的 那肯定有谋划嘛 要不怎么会成为祭司长 怎么会呢 成为民间的长老 怎么能 说成文士博士呢 用 很简单的道理 叫谁去做这种事情 去谋划害一个人 最后 听说还能复活啊 愚无东愚中不怕啊 那怎么办呢 你不是能复活吗 那但是又要做这个事 所以呢 就提前安排了这个约瑟啊 就所谓的间谍活动嘛 你和他们混一起 我就有这个计划 既然这个计划存在 那肯定是很周密的 不会说 哎呀 订完十字架就完了 万一他就复活了呢 哎 这后人把尸体囚下来 哎 就所谓的 黄鼠狼给击拜年 假心假印的哭几声 哎 完了 呦啊 和大家打成一片 认为啊 赞成耶稣 到安息日的时候 偷偷的 哎 把这个东西弄没了 没了吗 叫你 你就复活不了了吗 哎 一方面 对耶稣的真理 真相信用攻击 他说复活 他哪复活了 真正耶稣讲的复活 根本就不是他们认为的复活 哦 这是一 第二呢 那也免得他真的能够复活 回来找人散仗 哎 那不好办 这是 第三呢 他弄没了 没了以后 他没法复活 你们说他 这些信仰 对 呃 赞成耶稣真理真相的人 这些人 你们怎么你看复活 他说复活怎么没有办 那意思 更便于以后 宗教工作的开展啊 把宗教做成事业的一个 嗯 有利之处 那怎么办呢 就派耶稣去啊 把耶稣实体求下来 哎 怎么还要用洗马布裹好呢 接着后来说 我们也是要穿衣服干什么 你搂着个脸下 这都裹好 裹好以后 你往哪搬呢 方便搬嘛 也容易搬嘛 哎 也不能好 那个 是 后来有人说啊 找着了 洗马布 裹事部啊 找着耶稣裹事部 后来又饶 什么时候有蚊子 哎 笑 那么就把耶稣给尸体给处理掉了 啊 处理掉了呢 那么 没想到以后的基督徒 他们相信耶稣 复活了 那找不着了 那就是复活了 那哪去了呢 后来又显现又何的 那么当然呢 这就是一个真相啊 约瑟到今天啊 被认为是义人啊 其实呢 他们是和那些 害耶稣的人 参与了 所谋所为 那么在这讲述这个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并没有服从 服没服从 谁看见了 谁知道啊 啊 你可以说不知道 但你不能说他没参与啊 那你知道他参与了 你怎么 那不说他参与了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 人 这就是提逼做书之人 啊 说你要强调这个东西 请为什么强调呢 你就说谁 把耶稣的尸体求走了 就完了 啊 但是呢 这说好 有意思呢 他为什么要去善待耶稣 赞赞耶稣的真理 那就是所谓的间谍 所以有的时候 人类对间谍这种行为 是深无痛觉的 这也是如此 这种人把别人当傻瓜 哎 把子孙当傻瓜 所以耶稣在前面当节里头 跟大家去分享 你要为自己 为自己的子孙 去哭泣 哎 你再这么到道理了 能这么去 这就是话 为了物质 做这些人 不应该做的事 哎 那也没办法 这些人呢 那沉溺其中啊 他有至高无上的自由选择权 那么到今天 我们啊 还在喊 约瑟如何如何 当然了 这只是说书经典 真真假假的经典 书经文 文献里头记载的 这是一个啊 很有趣的故事 其实事实也是如此 至于是不是如此 回到天家 所有我想知道的 都可以知道 自己回去看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